这是哪儿 这里是我家 发生了一起春火 你不记得了吗 王先生 王太太 坐 昆强 你不是一个美术教师的身份 住在我们家的地下室的 经过警方多次去证 确定肇事责任人为货车司机 迷违章超速和疲劳驾驶 已在事故 那个杀人犯就该被分锁在地下室 活活饿死 会吓你了 这件事先追究下去 搞不好主机也有责任 不就是与困桥在说谎吗 也有可能两个人都在说谎吧 我觉得我们如果能找到他的话 可以让他不知不觉地消失 我送你去自修吧 就要你那么多也多吧 自由是很奢侈的东西 我们都相信法律 会保护好人惩罚坏人 这一次 爸爸需要你保护一下 你要是敢被他们的家 你让我喝吧 试试看 那些欺负人的人都死了 可不是他来不及了 不要意外 我不知道你想干吗 你胡说我胡说 你胡说我 那真的是场意外吗 你到底在逃避什么 警察 警察 你该不会真以为我们当你是家人 大家那样一个家里 你不害怕吗 他在哪儿 你家人都碰到你 我给云相拥了 他在哪儿 你让我来 你被打倒下吗 没有事 因为我看 你认为你